上完课之后,他们来赏给自己上课 我来旁边做修正跟指导 然后呢,他们就到现场上 就讲给大家听 然后玄奘大学 生态旅游客的人就来当 当听众 然后呢,就上了和欢山,在莫纳鲁道的前面呢 我就告诉他们说 你知道 赛德克巴莱、莫纳鲁道 要跟大家传达什么样的 价值 要谈的是 要为土地跟灵魂而战 所以,我就勤勉他们要为 土地跟灵魂而战 然后呢,在清净农场前面呢 就开始解说,清净农场 高山农业的破坏 然后他们就说 老师,旁边都是游客还有老板 你这边讲 拿麦克风讲会不会被打 我说你就讲了 其实有游客在听的 然后那个在 老板也在听 那你知道,这样的一个生态旅游 它是很专业的 还要带等高线地形图 然后一个一个地方 你要知道说 我要跟他们讲说 你不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的 你要知道你现在 你现在经过的路线方向是哪里 旁边的溪游是什么 你现在的海拔高度是什么 然后你旁边应该有的 生态的状态是什么 你要感受到那种变化 因为我们的速度太快了 一天之内从海拔凌到三千两百多公尺 你的速度太快 你如果说你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样的变化 那到了和欢东风 然后我就请他们手拉手 围着和欢东风 一个人许两个愿 一个是对自己的愿望 一个是对台湾这块土地自己的母亲 许一个愿 然后呢 请他们一个一个讲 对土地的愿望讲出来 然后我是最后一个讲 那你知道我讲什么 就讲说 这都你们讲的 不是我讲的 要实现 我说 三神有作证 这都你们讲的 不是我要求你们的 你们自己要能够做得到 那这个是什么 他们第一次 人生的第一座百岳 请问你有很多在大学的第一次 要做一些第一次的厂试的时候 其实印象都会很深刻的 你在山顶上 取下对台湾土地的这个愿望 他一辈子都忘不了了 然后呢 我就跟温学老师讲说 那我们除了对大学生 谈这个价值的东西之外 那我们也要对孩子 孩子就像一张白纸 然后我就去大都国小这个学期 这个是之前那个大学生 他们做的这个绘本 大都山的绿色精灵的绘本 然后在做这个绘本的时候 多有趣啊 我们学生讲说 老师 我不是那个美术系的 美术系出身的 那我不大会画图啊 那画得很糟糕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去问一个那个 绘画的老师啊 说老师怎么办 我现在想要带这些学生画绘本 去告诉孩子要保护环境 但是呢 他们都担心他们自己画的不好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志豪 我告诉你 你知道什么叫做艺术吗 艺术只有三个字 叫做真善美 那为什么那个中国的书法 一直没有办法有艺术的地位 因为就算你写的再像也叫做王羲之 那个叫做模仿 那艺术叫做真善美 你要相信 你只要把那个真诚的东西表现出来 就是艺术 美是技巧 是放在最后面的 我听到马上就跟学生讲说 诶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艺术吗 叫做真善美 然后你们就赶快去画 然后他们就画了 然后我就带了这个绘本呢 就去大树国小 其实这已经讲了 给好多的小朋友听了 那这个故事在讲什么 这故事在讲说 这个台湾百合 它的种子不是会飞吗 然后大树山因为有台湾百合 然后就是这些生态的关系 我就把它编了一个故事 说 小朋友 这个台湾百合 它的种子 是透过风的吹 就风力的传播 然后把它的种子带出去 我告诉你 这个种子上面有一个环境保护的密码 然后小孩子就说 是在哪里 在这里没有人 他们相不相信 相信 相信 他们相信说 这个种子里面有保护环境的密码 我跟他讲说 你只要把它送出去之后 我们就会保护环境了 他们相信 然后这还有甘薯蝦有天的 这整个生态的故事 然后最后大家都保护了环境 那我们要做什么 就跟他们讲完之后 一个一个撒在他手上 然后小朋友拿了这个密码之后要干什么 他们就做观察 他们就一个一个种 就完了之后 连校长都要来 就帮小孩子移植 然后一盆一盆移植 这一个学期 我们上了很多的课 然后你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跟校长讲说 校长 这些学生都是五六年级的 他们今年的毕业典礼 帮个忙 让他们把这个 一盆一盆的百合 送回他们的故乡里面 在毕业典礼的时候 你国小的毕业典礼 然后带着你的宝贝 而且你一直深信 这每一颗都有环境保护的密码 然后校长跟你举行一个很慎重的仪式 发给你毕业证书 让你把这个密码送到土地里面 我要带他们产生什么 产生跟土地的连结 那你觉得他们忘得了吗 我想应该也很难 那这是我去菜市场卖菜 那菜市场卖菜 那菜市场卖菜 顺便反合 顺便了解一下 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我发现说 我们在谈的这些东西 叫做精英语言 那我就跟主副联盟的许欣欣讲说 我们叫做精英语言 因为我在菜市场讲 没有人要提我 没有人听得懂 那我们应该讲一些庶民的语言 那我就想说 在菜市场怎么样去跟他们 做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所谓的 非和嘉远保平安的红包袋 当然我也去广播电台去谈 然后也有做这样的 到基督教的所谓的 彩虹妈妈他们的团队里面 去做教育演讲 然后这个照片讲的是说 这张报纸 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版面 在介绍有一只狗 不小心掉到山沟里面去 然后大家去把他救起来的一个新闻 然后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这是我们昨天开记者会的新闻 有一只狗不小心掉进去 它只有三分之一的版面 而且我们昨天去开的记者会 是小小的版面 然后当然也进行了这些环境教育的 跟环境教育指导团 进行这些老师的这些课程 然后也到所谓的社福的团体里面去 这是玛利亚社福的基金会 这是祖父联盟 那在谈的是什么 我就是说 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电幅梯 我也想的是说 我怎么样去跟一个 原本他不关心环境的人 变成他关心环境 而不是在跟 原本他已经关心环境 再继续深化他 当然这个也很重要 那后来呢 陈老师就跟我讲说 那你就出来选立委啊 我就想说 那时候热血被腾你知道吗